故人昔時黃賀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援隱必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這一首是很開心的一首詩 就是說 送了這個故人 離開這個黃賀樓 送別的這個故人 然後接下來呢 煙花三月之下搭的船 到了這個揚州這個地方 非常的一個開心 接下來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航行 有沒有 你要怎麼樣去 在這樣的行情當中 掌握到領先的一個先機 比如說 之前台積電的大賞 偽創的大賞 廣達的大賞 你可能會想說老師我等到三月份再來買 為什麼是三月份我說煙花三月下揚州 你不要真的等到三月份 等到三月份就太晚了 一月份 先切入 二月份 等收割 三月份 再來重新做布局 才是一個 最好的選擇 不過呢 今天大盤的震盪之下 我們跟大家 分享的 話訊 公道漲停 我們跟大家 分享的 利台 今天也創高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值得做留意 今天一次跟大家 做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 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時間來到了 星期二的時間 那大盤呢今天其實是震盪 尾盤呢 上漲了59.49 成交量量縮 縮到 3057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很明顯 今天有兩檔股票 沒有漲 也沒有跌 哪兩檔股票呢 一檔叫2330的台積電 另外一檔叫 3231的尾創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走勢 今天台積電 幾乎一路都橫盤橫菜這個地方 所以呢 今天大盤當然不會動 很正常 3231的尾創 盤中啊 開盤來神經一度啊稍微跌了一下下 尾盤呢 收在117塊 幾乎在這個平盤附近 那也是 很明顯的 呈現了一個什麼 亮縮的格局 好台積電亮縮整理 那尾創亮縮整理 所以這個盤當然今天會比較震盪整理 可是呢 有一些啊 這個標股啊 有一些啊 中小型的股票反而是有機會做竄出的動作 為什麼呢 投票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檔個股 6237的 化訊 這檔個股今天呢 很早的時間啊沒多久啊 舊公道漲停板 再來還有一檔 今天創高 2465的立台 也出現了一個創新高的格局 今天立台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漲了多少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2465的立台 漲了5個percent 盤中最高漲到了這個 71塊半 6237的 化訊 漲停板 9.86percent 創高 71塊3創高 為什麼我要特別跟各位講這兩檔股票 所有的粉絲好朋友 你只要在 昨天有加入 文言老師的Light 以及呢所有的 文言老師Light當中的好朋友 都會看到這兩檔股票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四檔股票 對不對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分享四檔股票 我特別跟各位講 偉創廣達連漲兩根 AI擴散效應 還會誰來跟上 還有誰要漲 各位記得嗎 這是昨天的 節目當中 文言老師跟大家做分享 我說要跟你做分享 讓你來檢驗 讓你來驗證 跟大家做報告 那這四檔股票 2x8x 2x6x 2x6x是什麼 2465 立台 3x1x以及呢 6x3x是什麼 6237的 化訓 老師真的假的來 再對照一遍喔 因為我為什麼給你看兩個數字 這樣才不能造假 你懂我意思嗎 我給你看兩個數字沒辦法造假 因為我如果寫個2開頭啊 我隨便 隨便拿一檔來就漲停啊 就跟你做這一檔啊 你也沒有公信力嘛 所以 我留了兩個數字喔 各位投票你看 來 你看 2465是不是2x 6x 沒錯吧 你看這兩檔 我特別 框起來給你看 對不對 2x6x是不是2465 6x3x是不是6237 7x3x3 那另外兩檔是台光電跟奇紅 今天表現 沒有很強 可是也沒有底啊 也就是說你拿到我們這四檔你隨便射飛鏢去買 今天都會賺錢啊 運氣好還買到立台跟化訓啊 你看喔來這四檔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這是化訓 這是2465立台 2383 台光電今天還創高啊 3017奇紅 今天也創高啊 有沒有 這都創高啊 這都是AI的擴散效應 我昨天不就 先跟大家來做報告了嗎 先跟你做預告了嗎 各位投票對不對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真的呢 你看這個 我們跟大家分享股票 化訓 立台 所以我跟各位講 故人稀時黃賀樓 煙花三月下揚舟 你不要等到三月份 我現在聽到好多的投資朋友都說 文明老師我三月份再來 我跟你講三月份就太遲了 好不好 不要等到三月說真的要煙花三月 你才要下揚舟 你才要來不要啦 你等到三月份行情都跑掉了 農曆年前 這樣看起來就是有行情嘛 你從台積電的漲 你從偽創的漲這個答案 已經很明顯啦 你等到三月份 太遲了啦 現在要趕快跟上 趕快進場操作 你才有機會賺到這樣的紅包財 所以各位投票剛剛講到紅包 你看 我們跟你分享這四檔股票 100%全部命中 哇太棒了 全部命中 四檔 你隨便射飛標好了 你買到兩檔 買到三檔 買到一檔 運氣好的就買到化繫嘛 再來買到立台嘛 你再怎麼樣買到台光電跟齊鴻你還是會賺嘛 四檔 通通創高 所以你看接下來什麼 台股擊掌過後 我們又要分享 紅包給各位了 我們又要分享 好康給你的 台股 台股 擊掌後 開始震盪 今天是一個震盪整理的盤面 我們來看大盤 今天是開始震盪整理 來 但是呢 有一句話 叫做盤整 出標股 你看一下 今天盤是一個什麼 震盪的一個狀況 K線也開始震盪 對不對 震盪很厲害 來 所以現在我跟各位講 到底什麼時候看到萬八呢 大家一定要想 什麼時候看萬八 我覺得早一點就是農曆年之前 晚一點就是農曆年之後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在2月上下 大概就是這個空間 現在就是等這個化解 那目前我覺得說這個地方要化解 要稍微等一下 他這幾天開始震盪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 靠近 前波的高點 你看從1月份一路殺下來 急行軍 連續拉了4天 連續漲了4天 這個速度相當之快 速度相當之快 所以 你想要掌握 下一波的 紅包航行 下一波的紅包傘 你這個錯過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這四檔 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 都做見證 或者是說 你昨天有看到但是你沒有加入 Win老師Lite 今天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昨天看到我的節目 但是你沒有加入Lite 那很可惜 今天這個你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都給你做驗證 絕對沒有辦法造假 維遠老師我送給大家資料 我從來不造假 每一次我們都是直球對決 我們送什麼 我們分享給你什麼 就是什麼 這才是 真正跟大家 交朋友 跟大家分享 不是說我分享給你 然後我又跟你講不一樣股票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我們全部 那 全部都蓋住 然後每天都說 這個漲停是我家的 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是直球對決 我提前告訴各位 這你絕對可以去檢驗 我昨天是不是就是分享了 讓你來索取了 這四檔股票 就是這四檔 所以這一次 今天的 你不要錯過 台股急漲後開始震盪 年前 紅包要分享給大家 三叉五叉 三叉四叉 五叉三叉 以及九叉五叉 好不好 一樣是四檔 重點的 焦點股 一樣是四檔 重點的人氣股票 跟大家做分享 你不要錯過喔 投票 你昨天有看到 買到賺到了 恭喜你 那如果你看到 但是呢 你沒有 實際的 行動 你沒有實際的 參與 那就很可惜 然後今天你就不要錯過 我再講一遍 不要等到三月份 等到三月份 真的 太慢了 真的太慢了 行情都走了 那就很可惜了 好不好 所以跟大家講 年前紅包 分享給你 分享給大家 那記得呢 怎麼樣索取 加入我們的Lite 帳號在下面 小小鼠 MRI 888 小小鼠 MALL 888 先做輸入的動作 或者是掃描QR Code 這個旁邊也有 這個下面也有 輸入這個QR Code 掃描QR Code 也可以呢 加入我們的這個Lite 那你加入進去之後呢 你點選啊 畫面右上角 有一個首頁 你看有一個正方形 點進去 就會看到 首頁的畫面 那你一看到之後呢 這四檔 重點的股票 明天要讓你 操作的股票 你明天要讓你 驗證的股票 讓你檢驗的股票 就放在上面 你可以來做索取 直接讓你做索取 跟大家做分享 跟你交個朋友 跟所有的 YT上面所有的好朋友 跟大家交個朋友 你看我們昨天跟你講這些股票 各位同仁對不對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看到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還沒有付諸行動 可是也恭喜 已經有付諸行動的好朋友 你都看到這些股票了 對你都看到這些股票了 那你就知道說原來這個 這個你就知道 我們事先 跟大家 做報告 事先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接下來這個 行行 千萬不要再錯過 因為這個對大家來說我覺得 你就 加入我們的粉絲 你就可以 得到這份資料 我覺得算是 蠻 划算的啦 你就點進去 而且呢 我們的Light當中 裡面有很多的好康 比如說盤氏的分析 以及呢你如果有 持股的問題 或是有股票的問題 也可以呢 在上面 做一個詢問動作 那我們每天 不定期的都會更新新的資訊 給大家 新的標股 跟大家做分享 那為什麼 會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資訊 因為啊 這個行情是瞬息萬變 每一天的格局 每一天的變化 是不是都不一樣 甚至每一天的一個資金的流向 可能都會變 雖然都是在 電子股 在半導體 在科技股 可是你會發現什麼 漲的有時候族群會輪動啊 會不一樣啊 所以呢 你就要follow 吳文老師的light 我們隨時會跟大家 更新 這個 所謂最新的資訊 最新的一個 標股的訊息 跟你做分享 所以呢 輸入我們的 這個帳號 小老鼠 MRE 888 先做輸入的動作 好 那這個是 先跟大家做分享 來 那我們繼續再看 在昨天晚上的 美國股市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什麼 道瓊是漲了138點 費城半導體跟 納斯達克都是 小漲 你注意看 所以你為什麼 文老師為什麼跟各位講 你每天早上 可以的話 八點要看一下我中視的節目 因為我都會先跟你講這個東西 因為你現在看到我們這個YT的解盤節目已經是 下午甚至是晚上了 那你早上沒有看到就很可惜 你就錯過這些行情 或者是錯過了最佳的 所謂決策的方案 因為我今天早上就跟各位講 電子股今天會震 為什麼 因為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 對不對 他們也開始震 而且呢 你從這些指標的股票上面去看 道瓊創高 納斯達克雖然也是 創高但是是一個黑K棒 費城半導體也是 他也是創高但是他也是一個黑K棒 好你再看 我們講話都有邏輯 我們都有邏輯 你再看 我們先看這個東西 這個是美超維 美超維在 在昨天的 行情當中 昨天的美歐股市當中他也是創高 但是呢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一樣幹嘛 一樣是瘦黑K 再看喔 AMD 超維也是瘦黑K 也有創高 再來 回答 黃仁勳 你不要再管他去什麼夜市 好不好 你要看好要漲什麼股票 漲到603塊 603.3喔 但是呢昨天也是瘦黑K 所以你從這幾個跡象你可以發發覺一件事情 美超維瘦黑K 超維 跟輝達都瘦黑K 代表什麼 電子股短線 高點碰到壓力 所以呢為什麼我今天早上中視的節目當中就跟大家預告 台積電跟偽創今天就會震盪 你看一下 對不對 我們都事先先講 你看今天偽創 是不是開始震盪 對勒開始震盪了勒 台積電 也開始震盪啊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這些預判的能力 預判的能力 說老師預判能力還有什麼 你看我們之前跟怎麼跟你講大盤 有沒有 我們怎麼跟大家報告大盤 來 禮拜五 早上 我就跟各位講台積電 上看多少 上看620 那個時候台積電還沒開盤喔 台積電價格還在這裡 還在588 我有辦法 事先跟大家預測會漲到620 各位朋友對不對 這個就必須經過一些專業的計算 節目當中沒有辦法講的那麼詳細的算完你都睡著了 對不對 總之呢 你知道結果就好了 我們跟你講什麼 台積電 上看620 當天講 當天馬上驗證 620 再來我跟妳講什麼 朋友你看到會覺得說你看 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一片風聲鶴唳 我跟你講行情從這個地方 就要幹嘛 掌給你看 掌給你看 真的是掌給你看 利不厲害 各位朋友 不光是台積電掌給你看 連這個大盤 也掌給你看 有沒有 短線上面從117151 漲到多少 漲了700點 漲到17874 漲了700點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結算過後開始漲 而且什麼 我用了季線跟別人 用了季線 不太一樣 我用66MA 那個是國際上面的用法 所以你要找一個是有國際觀的老師 你要找一個是一個能夠事先跟各位預測 能夠事先跟各位做報告的分析師 我覺得這才最重要 像我們跟你分享的 話訊跟立台 大家都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你再看 這個行行 各位怎麼去操作 你再回想一下 前幾天 來我們看出 前幾天你看到這個消息 害怕 對不對 但是誰在這邊 站在這裡 不是站在這裡 是坐在這裡 給大家一記搶心聲 是誰在這個地方 告訴你 賺錢的商機要來了 跟大家講這個地方不要挫殺 不要亂殺 後面反彈了700點 大家自己都看到 再來 有沒有你看到說 外資賣超是史上第3 那你沒有想到 隔幾天馬上又變成大買超 你在看的是頭昏嘛 但是呢 誰你先告訴大家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行行該怎麼做操作 我們都先跟大家做分析 你看現在連 有沒有新聞也來 AI旋風 2000元俱樂部 像維穎啊 等等 維穎 供到漲停又回到2000塊 你看一下圍影 來投票 對 供到多少 2220 這股價表現也是相當強勢 所以你看這個是整個 伺服器的一個後勢狀況 你就 你就是 再去做觀察 我覺得這個大家 都錯過這波行 所以你要怎麼樣掌握 下一波的行 我覺得就非常重要 就回到我們剛才跟各位講 來 故人稀時黃賀樓 煙花三月下陽收 大家都在想什麼 哎呀我三月份再來 為什麼呢 我等農曆年過完之後再來 可能那個時候就二月多了嘛 快三月了 那個時候都沒有 說不定啊 你該賺的 可能都沒有賺到 那就很可惜 你要趁現在 幫自己搶賺一個紅包財 那搶賺紅包財 原則上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 低檔佈局 另外一種什麼 當他突破的時候 先搶先贏 一種叫低檔佈局 一種叫先搶先贏 不一樣喔 形態突破的時候 先搶先贏 低檔佈局的你等他什麼 後續啊 發酵往上漲的時候 那都是機會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我覺得偽創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很多投票都搞不清楚 偽創為什麼會漲 當然因為台積鍵的漲 因為美超會漲 帶動偽創漲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偽創漲之前 他幹嘛 他都是有錢造的 比如說投票你看一下 我跟各位講過 你看他的毛利率 你真的會幹嘛 驚出一身冷汗 你會嚇一跳 然後五位老師你都事先講 你看他的毛利率 7.01 7.28 7.74 連三季跳升 你再看他EPS 0.06 到1.23 到2.9 也是連三季跳升 那這不就是符合我們三國一體的定義跟邏輯嗎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會低檔 這個地方 震盪整理 後面會噴出去 這答案 我想這答案就很清楚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我們這樣的方式 你或許自己也有機會找到標股 是不是這樣 我都無私的跟大家講 但是呢 如果還有什麼隱藏版標股 當然我們會留給會員朋友 好做啦 這個是必須先跟大家講的 還有很多的股票 還有好幾檔 我們還有口袋名單 他們都是符合三國一體 然後呢 現在的位置 來我跟你講 現在的位置 那個K線的位置還在哪裡 大概在這裡 就是他還沒有漲之前 他還沒有 偽創還沒有漲之前 不是就是這樣嗎 大家都不想看他 我們再舉一些例子 對不對 像這個 訊星 還沒有漲之前 你看喔 是不是大家也不想看他 還沒有漲之前 你看這個K線 還沒有漲啊 沒興趣 但是你等他漲了之後呢 你不就又追高了嗎 再來 玻璃也是啊 還沒有漲之前 我們幹嘛 先做卡位先做不去 125 25塊 126塊就先買了 不用等到 現在 對不對 你在高檔去做追價 短線上面又套了 所以這個就是操作上面的什麼 邏輯啦 操作上面的邏輯跟大家來講 好 來 所以各位同學們你看喔 來我跟大家來講 現在行情 各位你應該怎麼做操作 比如說你看 現在 台灣 先生 不是台灣大師 台灣先生 谷月涵他講什麼呢 台灣的這個 AI供應鏈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科技業的供應鏈 2033喔 市值估增加多少 10倍 市值增加10倍那代表股票要漲多少 哇同學 這個聽起來喔 你說老實在谷月涵講會怕怕的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位股先生喔 最近幾年還算準確 一開前幾年真的一開從 最近幾年之前喔 真的都蠻不準的 但是呢 這幾年 看起來似乎有點參考性 準確度開始提高 所以我跟各位講 如果市值增加10倍 你自己想想看台股要噴到哪裡去 你市值增加10倍代表你股票就會往上翻10倍嘛 那大盤呢更不用說啦 對不對更不用說啦 所以我跟各位講18000就是 官錢震盪而已啦 官錢震盪而已 快的話就是 農曆年之前 慢的話就農曆年之後 因為其實現在你看很靠近啊 差不多 差不多200點耶對不對 真的有蠻有機會的 真的蠻有機會的 不過我還是秉持那個原則 為什麼我們能夠在什麼 在低檔的時候做佈局 當股價在漲的時候你不要追高去做 去冒著這些風險嘛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我跟各位講 你看像我跟 跟你講這個信華 翔碩 連川湖都出現大漲 那投票當然你看今天的 2059的這個 川湖這個走勢啊 也開始震盪 這個都很正常為什麼 因為今天整體的 電子類股 他就是 比較正 今天 整體的 相關的股票就是比較正 那誰比較強 稍微比較強一點像 2356的英業達 稍微有漲 那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講嗎 AI裡面還有機會 在今天續漲的 是誰 就是英業達 為什麼我說他形態已經突破 對 他形態突破哪裡 突破這裡啊 對我昨天是不是有講 他形態突破這裡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裡的 大的一個什麼反壓 他已經 跨越了 他已經 突破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已經做了一個 要升了 所以他整個 格局跟行情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你就能夠發現一件 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有沒有 今天為什麼英業達開始往上漲 你注意看喔 是不是往上漲 短線突破的高點對不對 有沒有 今天盤中來到多少 來到了這個 57.7元 來到57.7元 這都我們先跟大家講了 有沒有 再來你再看這個新聞 OpenAI說要自產晶片 向全球募資數十億元 我跟各位講過 我跟你講 黃仁勳來台灣絕對不是單純要是誰啊 他是要來故莊 有人說是為了這個分公司的尾壓 當然也是 可是 最重要是什麼 他要故莊 整個AI產業供應鏈 可能這個台積電要談好 相關的一些廠商要談好啊 他才能夠有後續的一個什麼 產能才能夠開得出來嘛 這個很重要 另外他有一些憂患意識啊 因為OpenAI如果自己產晶片 代表他可能微軟就不會跟輝達買啊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要幹嘛 強力故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你看 台積電法術會之前講得很好 這我們都跟各位報告過了 所以你看這些相關的個股 來 我們再跟你講 你看像這個有沒有 AI的效應 微軟 市值是超越蘋果 要升為多少 2024年全球第一大股票 來你再看微軟 你看微軟股價的一個走勢 你大概就會有感覺啦 同學朋友來 你看喔 微軟 有沒有他也是創高 但是也是黑K 所以呢我今天就很清楚跟大家講 短線上面 先不用追 這些大漲的股票你不用追 你反而應該幹嘛 逢低開始承接 基息比較低的你的高低基息的策略 開始做轉換 而且可能短線上面一些中小的股票開始會動 為什麼因為現在大盤的量能你看嘛今天量就3000億嘛 你如果說是5000億的量才能夠推動誰 推動台積電 推動這個誰 推動偉創啊廣達這些股票 開始在做個上漲 那原則上在量能不足的情況之下 會漲誰 就漲這些相關的一些 擴散效應嘛 比較小的一些股票 就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今天 6237的化訊 有沒有 往上做上攻 2465的這個 立台 有沒有注意看 他股價呢 也是幹嘛 也是往上上攻 你就能夠理解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很多的個股我覺得說你就是 逢低做布局啦 我們之前像訊星我們也是逢低買啊 還沒有漲的時候買啊 炎陽也是啊 逢低買啊 還沒有漲的時候買啊 這個後面都還有很大機會 他們都是三位一體的股票 毛利率 EPS 都是足跡上升的 後面都還有很大很大的機會 那更不用說 這個偽創了 是確實都是如此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喔 我們為什麼要堅持三位一體 要讓你漲聽漲不聽 因為你買這樣的股票 第一個 我希望讓你什麼 當你在買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是這個會漲嗎 但是你隔了一些些的時間 你會發覺什麼 大家開始搶了 搶著你手上的股票 為什麼因為他開始動了 他開始動了 大家市場上面看到有量有價就來嘛 就開始來瘋牆了 但是如果你能夠事先 先做布局的動作 那不就再叫上等別人來抬嘛 你看像這個 三位一體的一個個股 毛利率跳升 EPS上升 營收大增 搭配什麼 向上突破第一根 這個就是我們的噴射機懸股法 股價 剛噴出 出現轉機 可能轉機什麼意思 比如說 虧轉營 比如說 公司基本面出現重大變化 或是接到什麼樣的大單 什麼樣的大客戶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呢 籌碼經過設計 叫做噴射機的 懸股法 這個我覺得後面都還有很大很大的題材 很多個股都是如此 你可以做操作 另外低檔布局你的勝率 會比別人高出三倍 對不對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低檔布局的 重要性 你必須在低檔做布局 你不是在說 每天看到漲0百股票 我去做水甲 短線上面當然就會有風險 另外有一些其他 相關的股票 你看今天 有些光學鏡頭像這個Vision Pro 蘋果這個已經漲 所以呢 蘋果相關的 概念股票 或許有機會動 可是你看像今天的這個 3362的這個先進光 你們注意看 開始慢慢動了 開始慢慢動了 3008的 大力光 3406的浴金光 也是開 各位投票你看 也是開動了 所以 這些股票有一個共通特色 基期比較低 你注意看喔 他們的基期是比較低 像比如說 像玉金光 有沒有 之前漲到多少 漲到600多塊啊 那你看 他回檔了 好大一陣子 那這幾天的股價 他才開始 慢慢慢慢的幹嘛 轉強當中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偏向 機期低的相關的個股 所以我覺得像先進光 這個也會有機會 因為你看他的機期夠不夠低 不太一樣喔 你注意看喔 他是屬於什麼 強勢震盪整理喔 那你注意看 他走什麼 上升軌道 你注意看 上升軌道 沿著季線在走 最近是不是回撤到季線 這裡對 回撤到季線 慢慢幹嘛 回後上漲 所以這邊 漲創新高 回檔之後再創高 這個就是一個 訊號 我覺得這檔個股也蠻有機會 大家可以持續性做留意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你要怎麼選擇 你要選擇高高在上的還是選擇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不見得是低價股票 我們也是有很多操作百元以上的股票 也都是有 所以重點在於說各位朋友我還是回到那句老話 老話一句啦 故人稀池黃賀樓 煙花三月下揚 你不要真的等到三月 你才要下揚州 人家好康都拿完了 揚州炒飯都吃光了 很好吃都吃光了 那你就沒你的份啊 不要等到三月份 現在一月份 現在一月中 你就應該要做佈局 不是等到 什麼 你去想一件事情 大家本來就想說我等選舉完之後再來 那你會發現選舉完之後你反而又錯過了 所以現在同理可勝 一樣的道理 因為一月份 是具備什麼 元月行情的 這個機會 根據過去統計嘛 元月行情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甚至呢 封關之前的行情都是比較不錯的 只要呢 美國股市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 那你看 今年來講 第一個包含美國要降息 第二個 美國要選舉 第三個你看看我們剛才給你看像道琼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這些都出現 創新高 所以你覺得台股會差到哪裡去嗎 很難吧 會差到哪裡去 不會嘛 所以 從這樣的狀況下你就能夠理解 原來有一些行情 你能夠幹嘛 事先的 做掌握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要好好去把握的 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相關的個股 我們再跟大家來講 你看有沒有 2024 一開村最強的股票是誰 叫做玻璃 我們有沒有事先掌握 來在哪裡 這邊 買進玻璃126塊半 會員136也買 對清代先買 這邊有沒有 這邊 這裡就買了 這還沒漲之前 連續狂噴出 這邊 對不對這個是 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一億 非常漂亮的代表說 所以我們會陸陸續續 不斷的去複製 這樣的代表說 跟大家做分享 你看訊星也是 買進 隔天馬上 噴出漲停板 對噴出漲停板 股價一路漲到多少 漲到198元 漲到198元 最近開始震盪整理 這也很合理嘛 對不對 它已經先漲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都領先在前面 你要買在前面 不是股價 看到漲停板了 那我去追 那你這樣的勝率 自然就不會高 自然就不會高 所以我們才跟各位講 來我們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們跟你分享的 這個 像話訊 投票都可以做見證 像立台 對不對 直接開牌給各位看 這是我昨天跟你分享的 那如果你有看到但是你錯過了 沒有加了 今天不要再錯過 好不好 這個資料一樣 我們會放在light 手頁當中 你再怎麼這樣 最晚最晚 你也要在 明天的 開盤之前 加入我們的light 你才能夠來得及 參與 來得及操作 我們這些相關股票 台股 急漲後震盪 年前的紅包 要分享給大家 代號有四檔 3X5X 3X4X 5X3X9 9X5X 這四檔 重點股票 維尼老師要跟大家 做分享 讓各位 直接來做手續 輸入我們的賬號 小老鼠 mori888 小老鼠 mori888 就可以來 直接手續取得了 好不好OK 那 今天的節目 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 記得投票 趕快來收取我們這份 重點的 相關資料 那我們就 明天再見囉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風險